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X小包 嗨,大家好,我是小唐 欢迎小唐,欢迎小唐 你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啊 声音可以啊 可以可以 嗯 好,那今天很高兴啊 请到请到小唐啊 来给我们做一期春节特别节目啊 这个春节特别节目呢 就是同性恋回家过年这么办啊 回家过年求生指南啊 因为这个我跟小唐也约约约了蛮久 觉得想做的啊 小唐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然后讲讲你这个过年回家的压力 是什么样的,好吧 行,好的,面书班您好 我是小唐 无业代岗女青年是吗 无业无业代岗女青年 方林二十六 然后马上就要回家了 然后就要面对七大姑八大爷的这些 这些琐事 OK 然后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啊 我在上海 回家回哪个城市啊 还是上海但是呢是在上海的大郊区啊 为什么根本就不是上海南汇 对吧 南汇南汇南汇 南汇也是上海了 南汇也是上海啊 就是就是可能对上海地理不熟的人呢 我该怎么解释呢 相当于北京的什么房山啊什么的 对吧 就是就比较比较郊区比较偏的地方啊 可能其实南汇 其实南汇是上海的老上海的发墙地了 对吧 老上海的话差不多吧 松江区南汇区都是在这边长大都是本地人吗 对对对对对对 我前面还跟你聊 我奶奶以前就是南汇的 对 好巧哦 好吧 就是对对 什么时候准备回去啊 目前就是一个准备回家迎接狂风暴雨的一个阶段 然后目前就是好好准备一下 给家庭老人带的礼物啊什么的 准备大概也就是后天 现在大概是是是大 就是小马上少年的前一天嘛 大年也准备回家 对对 然后今天我们现在录是2月7号礼拜三 对吧 礼拜三 然后很快了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就是那个春节了 对吧 然后这个礼拜五就改有两天 2月9号就大年30了 是吧 对的对的 哎 哎 愁死了 愁死我了 太烦了 哎 我问一下啊 你们这个按照上海本地规矩 你26没有结婚还能拿红包吗 还是你现在要开始发红包了 呃 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家有每个家不同的规矩 嗯 但是在我家的话 目前好像是如果没有结婚的话 嗯 就可以还可以 有亲戚会给你红包 啊 但是呢 就是这种时候就就要就就要就要拒绝的更明显 然后如果家里有小费 为什么要拒绝啊 哪呀 哎呀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什么哎呀不好呀不好呀 我已经工作了 就慢慢收回来 一样的就要前置流程要变长了 哦 要有一个这个演的过程是吧 对 要有演的过程了 不能去直接说谢谢了 对 好的 要有演的过程 然后如果家里有小费的话 那其实我就需要去包红包了 尤其就是 如果什么我的朋友在 不是吧 什么家里人在有小费的话 红包就要包起来了 但目前还没有 我还还可以 回家还能挣钱 目前是了 那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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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现在反正年后要换工作 现在正好是空窗期 职业空窗期 过个年还能回家拿点钱花挺好的 会会学会学 要不然活都活不下去了 好的 挺好的 好呀 所以你呃 显然就是还有这个这个过年回家 要被七大姑八大姨考打的压力 是吧 你要不要讲讲过去几年的这个经历啊 就过去几年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通讯 我觉得不止每一个通讯录 每一个年轻人回家都会有几个流程吧 一个就是问工作 嗯 在在读书那么问成绩 然后要不要谈婚论嫁 然后未来发展怎么怎么样 然后酒桌上面还要陪那张老老中年老顺直男们聊什么国家一听他们吹牛皮 然后要听大概两三个小时 嗯 这个东西逃也逃不掉 然后对于我而言呢 我其实最核心的矛盾是一个 真要我要再真实的我跟虚假的我之间切换 要去switch 这个对方也很困难 因为我其实我是这样的 我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故事 就是我的父母都是老师 然后我是那种教师师家出身 所以家里的规矩是比较严的 对 然后再加上我的爸爸是那种教导主任 特别特别的熊 对就是而且他是那种中专技校里面的教导主任 所以就是会拉拉悬架的那种很刚烈的男子一枚 这很符合我们这教导主任的刻板印象的那种是吧 非常非常他就是那种人间教导主任 这种教导主任西位出道这种 好吧 所以呢带来的后果就是 我在家里一定要各种摆一摆顺啊 然后不能抽烟 然后酒也要基本不能喝除非父母让你喝 你要做模范身是吧 要做模范身 但是呢我因为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 所以就慢慢在心中养成一种反骨 我从小到来20年来你们不让我做什么就越想做 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 我自己搬自己搬出来住了 那个时候就是一直个解放天性 就小唐四几下就那种烟又烟又酒烟酒都烟酒都来的 不良少年 我是我是我非常不良 然后外加上又是同学路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我妈心里我是个那种武毒俱全的人 哇 烟酒家 烟酒家柯南人 我觉得就是这个人都完蛋了 那你是独生子吗 我是独生子 那更加了 那不然的话因为有兄弟姐妹他们还可以转一下注意力 对吧 你独生子还还这么叛逆完了 怎么办 对所以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要在我父母和家庭面前装出衣服 哦我不会抽烟 我不会喝酒 在这脚杯滴个烟过来 早上抽不抽 我说哦我不抽 我不会抽烟 你回家就要这个人设立即来 对一旦就是下了就是回家的车之后 立马整个人就是那种老艺术家上身 就开始换一会平常生活 很累很累 所以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混得分身水起 一回家这个乖乖女的人设就开始立起来是吧 是啊 就是我也不敢说什么 我也不敢做什么 就是从小就闹嘛 没有办法 就是你也知道 从小接受这种高压教育长大起来的男孩子 其实对于父母而言还是有一点就是有点忌惮的 哪怕我平时对外面外界的人在刚烈什么的 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忌这种那种借意 中海妈妈就是非常的赶赶时髦很圈地就也在玩小红书 然后好像是我的小红书没有关闭那个什么通讯录 通讯录算法推荐 然后好像就被我妈刷到了 天哪 这种这种这种故事 什么亲妈刷到 刷到儿子的小红书 这种故事真的会发生吗 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 然后我最吓人的就是我第二天早上醒过来 我照着一展开小红书看自己长多少粉丝 然后一看那个好消息长粉了 坏消息是我妈 你小红书上发的都是什么 你回头把节奏画给我 我放你 可以我会发你 就是我其实小红书发的还可以 就是那种日常的自己拍的自拍照 然后外加上就是跟我的健身搭子 也是为通讯录两个人一起健身打卡照 然后其实还可以 但是因为上面会有评论一直在那儿问 你们两个是不是一对 你们两个是什么样 对对对 然后就是是个正常人 我觉得都能看得出来这苗头不对吧 更别说是我妈了 而且其实我妈心里也是有数的 只不过就是借这个气息 想跟我聊一下这个事情而已 对 然后 就 你妈怎么问你的 是这样子 去年国庆节 我又要回趟家 当时跟家庭吃完餐之后 我坐上车准备回家 当时 我妈开着车 我带着耳机身边坐姨妈 我妈突然突然开口 就是毫无预兆的突然开口说 常常 就是咱们也到快26岁了 我们也不会催你什么谈婚论 家女朋友这些事情 但是呢 如果 你搞同性恋这种事情 那我们还是会觉得有点头层的 他这三个字直接说出来了 同性恋三个字说出来了是吗 直接说出来了 我当时一下子我就 我当时当下我就慌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出戏码发生 我当时就说戴着耳机 我就是嗯嗯 哦啊嗯 这种先应付了一下 然后呢 我身边不是做了个姨妈妈 她就是 就是我妈妈的姐姐 亲姐姐 肯定也是通过气了的 估计也是知道了 哦 所以他们两个还唱双簧 是吧 唱双簧 一个唱红 两个白脸 二对一 然后我爸选的沉默 听不见 其实我爸肯定也知道了 我 然后我姨妈就说 哎呀 这也 小唐啊 这也二零什么 快二十四年了 就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爱也是爱了 love is love 他讲的这个英语单词 love is love 他讲出来了 对 他是先 先阳后裔 他是这样子 love is love 但是呢 我们家还是比较传统的 对于这种事情 可能还是 接受都不是很高 你说对吧 女朋友嘛 结婚嘛 还是要一个的 对吧 我当时就是想问 他还想展示 他们中年人 我虽然是老阿姨 但是我很开放的 对吧 你结了婚以后 你偷偷出去玩一玩 男人玩 爱玩嘛 能理解的 没有这样也不错了 他后面还是回归到了什么 结婚还是要结的 没有给我什么留余地 这种说法 我以为他还是什么 做了准备 再拿个中药方子出来呢 这个你试一试啊 能治好的 没有 他们 他们我估计就是随便找点 就是网上 就是网上冲浪了一下 这种相关的词汇 然后就准备 就是稍微前面扬一下 后面再给我译一下 再跟我说这种东西 当时但当时他们开了这个话查 我没有 我没有接下去 我接不下去 我不知道又该用什么的语气 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接这个话题 因为我没有做好 就是完全把我自己 就是对他们敞开这种准备 因为一旦就接了这个话查 那我未来的所有的东西 就是我感觉就要换一副皮囊 跟他们生活了 我我我个人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对 所以当时就先不了了之了 但 而且听起来 他们当时这个态度 感觉也不是一个接受和宽容的态度 嗯 对 就是 我觉得笑面虎吧 这种感觉 这并没有接受 嗯 明白 我我这里 我这里想说说说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我发现啊 就是我我也跟很多人聊过关于这个出柜的事情 往往都是妈妈都知道 或者说妈妈先先接受啊 呃 尤其是男童和妈妈的关系 在中国这个家庭里面 呃 往往父亲是一个 呃 有的是干脆缺席 呃 有的就是说跟儿子的关系都比较微妙 对吧 哈哈 呃 这个我承我承认我承认是对吧 就是比较紧张 可能小时候就是看到儿子就打呃 老了以后 儿子也长大了打不动了 但然后就有点感觉失去这个父亲权威 但是呢 对吧 就是大家要么就是保持一种比较微妙的井水不犯河水的这种关系 对吧 就表维持一个表面的和平 这种情况是特别多的 然后我发现妈妈其实都是知道的啊 只是他可能呃 就是如果说他不不不多做一些真正的开明 或者说他做做一些心理上的建设的话 基本上一开始的第一反应都是呃否认啊 然后第二反应呢 他可能会觉得愧疚啊 觉得是不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啊 养好让你走上了邪路 就是对吧 学坏了啊 你在外面学坏了 玩跟跟跟不三不四的人啊 玩一些这种呃 生活西化的这种这种这种辟好对吧 他他可能会这么想 所以有点愧疚 然后再到后面 他才能可能才能真正的心平气和的去接受这个事情 然后再去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那你不结婚啊 那你怎么找伴侣 对吧 那你这个伴侣怎么养老啊 什么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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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后话 所以我觉得你妈应该也是属于这种 他肯定不只是小红书 他肯定蛛丝马迹都能感受到 对吧 对就我妈我记得在我大概初二初三的时候 还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刚刚是青春期嘛 然后就我就那个时候觉醒了 就发现我好像是对男性是抱有极强的探索欲望 对 那个时候就在电脑里面下载了一些就是呃 声色全马的东西 就嗯 爱情动作片 然后对对对爱情动作片 然后当时因为那个电脑其实是我和我爸爸一直一起在用的 然后呢对所以可能有些东西就哪怕我藏了再多的那种 带深层的文件夹里面可能还是有一天会露线的 结果这天就来到了被我妈发现了 嗯被我爸妈发现了 然后我特别记忆犹新的就是 那天我妈呃我放学 我妈来接我 然后准备把我再送去补习班 然后她在路上就跟我说 就每次这种话题一定我妈一定要在车上跟我讲 我就很无语嗯他当然就是说呃 唐唐我们就是又送你学钢琴 然后又送你补课又送你去国外这种各种见见世面 把你变成某种人才 我们不想让你做 对对对他当时的语言语言就是他的意想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说反正是我们投入那么多 不想让你变成这种人 他当时的这三个字对这种人他当时的那那三个字 就是他不敢说 他觉得可能就是不太上导出面吧 他自己都害怕对吧 对他自己都害怕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他已经算是有点心理建设了 因为这个电脑是你跟你爸共用的 他首先排除了这个文件是你爸下的可能 不然他他作为同期的命更苦是吧 他就是如果要选的话老公和儿子谁是同性恋 嗯那好像儿子更好一点 儿子更好一点 对而且而且说了也很也很也很厉害 就是我经常其实我经常会在就当时其实电脑里有个软件叫快播 是历史的尘埃了现在已经是嗯 我经常就是会拿快播来看一些美剧嘛 嗯但是你也知道快播是有那种播放列表的啊 我三那个隔三差五会在这列表里面发现一些就是呃 日本名字开头的那种编码的那种视频啊是那种男女视频啊 而且定期会更新啊我当时一直以为是我爸在那边偷看啊 然后我想着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原因而另一方面我其实有有在想会不会就是我爸就是觉得我年龄也差不多了啊 给你一点教育性教育啊对对对对对我现在一想就哦还有这一层生意 但是好消息就是我都不看我只看我自己下来的那些东西 这个我觉得也很悲哀啊就是呃因为我觉得大陆可能这方面公开的讨论比较少 比如说如何做青少年的性教育啊什么的对吧对呃海外多一点然后呃台湾前讲年搞同婚的时候他们公开辩论过啊就是因为他那个同婚法案其实包括很多东西也包括了这个儿童性教育的问题 因为你这个平权其实是一整套的对吧因为为什么校园霸凌事件这么多很多小孩子就是呃发生悲剧对吧会被霸凌啊很惨甚至去自杀什么的 其实跟他们青少年就像你就是性启蒙我们都经过这个时间嘛对吧有了以后但是你你明显会发现不一样甚至我觉得就是呃我们可能还是属于男性气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有一些可能是男生但他女性气质可能更明显那就更容易受霸凌对吧说说你是娘娘腔啊什么屁精啊什么话对对对人妖啊什么东西对那这种其实心理压力是很大的那台湾那个平权教育其实他里面就有些公开辩论就觉得说其实 就是呃这个性教育的年龄要下放啊而且学校不能讲的这么模糊什么就就生当生理卫生科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生理卫生的事情他其实有很多心理的问题对吧他应该是更全面的一个性教育但我发现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可能即便到了这个这个80后90后我们这代人我们的性教育还是要靠这个日本 对对爱情动作片来完成这是很悲哀的我觉得很悲哀啊嗯就不也是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这种东西谈不起来就大家不都是从性这件事情上面就是 蹦出这个世界上面的吗有什么不好讲的反正我是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也不了解就为为何 嗯好那那说回来就是呃一个是我觉得妈妈都会都会知道啊第二个就是他我刚才说了他有一个一个否认的时期所以我觉得你妈现在可能还在否认起对吧去年国庆了现在他可能还在否认呃但其实他我觉得他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他就是他现在还不愿意接受好那对你往年过年回家这个戏要怎么演乖乖女的人是立起来以后怎么怎么演 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演下来我有个金金牌演技就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演技就是话少当那种内向的男孩子啊只要不说话只要不干啥事你就你就会被忽视你也不会遭遇人是吧像所谓的那个哎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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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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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哈哈对对对对对我妈也让我刮天呐 对对对而且每我觉得每个很多中国父母都不都不太同意男孩子留胡子吧 就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在去年是花了不小的价钱去植了胡子还植啊 植了胡子然后结果现在一回家要把那个胡子全部剃掉 好心疼啊觉得觉得在剃钱 对我而已这都是钱啊太痛了 然后我妈其实一直在跟我说你要回来的话把胡子剃干净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说啊好好嗯然后就只会拿那种剃刀 就是那我们带卡纸剃刀稍微给他修一修然后就回家 然后我妈你现在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是是可以回家的状态还是要再刮一刮 对于我妈而言是希望全部刮完 但对我而言我觉得可以回家了 再说什么我也不管了有本事你把我把胡子剃了 好吧哎这个胡子我觉得就两说啊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就是审美标准叫点同嘛对吧 点形同性恋 嗯上一期就是我今天脱根的在剪的那个跟牛牛老师讲的那一期就是亚洲的这些同性恋审美 包括为什么呃胡子壮熊这些标签会成为这个金字塔顶的审美啊 这个跟日本的那些杂志有关系对这个这个是我们花了一期的时间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呃但是呢反过来讲就是说呃为什么大家会去追求所谓的这种典型同性恋的审美标准啊 我其实觉得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啊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那你看这个连就就算你是异性恋 你的性教育都不是正儿八经要跟你做的对吧 都是自己去领悟或者看一些片子感受 所以是很容易把性观念扭曲了 那更不要说没有人教我怎么做同性恋 没有人对 对所以那我只能去观察和自己总结 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交学习嘛 对吧那我觉得你会发现你只要你只要开始在网上浏览这些信息 像小红书也好instagram也好 呃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或者交友软件 你会你会发现哦原来大家是有一套约定俗成的 什么人是受欢迎的啊 什么人是呃怎么说所谓的菜对吧 就是会是有一套审美的不成文的规定的 那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呢就变成了一种社交转入 就是你非得留个胡子啊对吧 很面啊练得很好啊 呃你才会受欢迎你才会点赞 那点赞和受欢迎是能够降低你的焦虑感的啊 你就会发现哦我不是异类啊 我不是什么边缘人物我是被我认同 我是有人喜欢我的我是受欢迎的那种感觉 对我是被我认同了这个同性恋的圈子 是因为你想不然的话不然的话哇这个人多多多绝望 我我妈不接受我我爸不接受我 这个是这个异性恋的为主的社男权社会不接受我 然后同性恋的圈子也不接受我 对吧那我那我不如去这个多绝望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就有有人会去用落件或者说去指这个本身 呃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呃怎么说政治不正确的地方 或者说让其实是大家需要做一些那个心理建设的地方 呃也是平权需要倡导的就是就是那个呃 nobody shaming 对吧就不要有这个容貌焦虑和羞耻 就是你其实首先你要爱你自己对吧 不要因为一些客观的标准去救 但是我的确我也能理解就是说如果这个痛苦和代价不是太大 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去健健身也蛮好的对吧 我去练练肌肉 我觉得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脸你自己做主嘛 人都活一辈子对吧 我就是想留胡子那你就留嘛 这个我也觉得无所谓对吧 他正好也能迎合别人的审美 我自己开心别人让我开心那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反过来讲 你会发现在异性恋的这个传统家庭的世界里 这个审美正好完全见到过来 对就是就是还没有 首先一没有结婚 第二个好像好像留胡子显老 而且感觉凶神恶煞 感觉现在呃呃怎么说 异性恋审美里面的男性 好像又要也不能叫阴柔 但是就很奇怪 比如说这种小鲜肉 要清秀 对对对 对你看国产的小鲜肉 或者韩戏的这些这些偶像 基本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什么什么网易谷啊对吧 TF boys啊这些人 韩戏偶像 对吧就感觉好像就是 在老阿姨的世界观里面呢 好像哎哎这个这个这个小男孩很不错 很适合当女婿 当初大家看完的时候说 李雨春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是吧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适合当女婿 对吧哈哈哈哈 就是干干净净的对吧 就感觉还没结婚嘛 不要那么有年纪的感觉 好像觉得留胡子应该是五六十岁 四五十岁中年人才有的事情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 这很有意思 这个其实是个审美冲突 然后这个审美冲突的背后 其实各有各各有各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个很复杂的成因 但他就变成了一个审美冲突 啊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这个话题太大了 我觉得就很 所以我也很期待你的那一期视频能能 感到怎么样 因为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跟之前哦 就是我的室友是琴嘛 然后我之前跟琴 做过一期也是播客 然后当时讲的也是那种 为什么现在熊圈 现在就是这么的 猖獗 然后当时 什么叫猖獗 对啊 就就是类似这种词吧 然后 然后就是也讲到了这种男性特征的受欢迎这种原因 然后我当时我自己给出的观点就是说 其实咱们就是喜欢男性嘛 就是毕竟就是同性也喜欢男性 就是而且喜欢男性就会就会喜欢某一些男性的男性特征 就是从心里就是喜欢的 并且想追求一些男性气质 然后能添付一些可能我们内心所有的阴柔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喜欢这种东西 所以我们会追求它 也会希望自己会拥有 然后久而久而久也有了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家里人不接受这些 我就想着反正我都已经做同性做同性恋了 就也不可能跟你们活一辈子 我就活着我留就留了 有本事你把我你把我怎么怎么样 对就我也不管这些了 嗯嗯 OK好 那第一关啊 胡子这一关对吧 第二个我我看到 嗯社交媒体上比较容易受挑战的 还有就比如说那个什么 练那么壮干嘛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有没有 有啊我呃对于我妈而言是这样子呃 我妈不会对我这方面会说什么话 她们会觉得我现在就是还挺好的 为什么呢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是那种超级超级大大胖子 最胖的时候是230斤 而且是不健身的230斤 一米一米690斤 非常胖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照片给你 就是超级胖的一个人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让大家看 当然当然很好嘛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真实的记录 嗯 对我就是而且我觉得挺骄傲的 然后当时我来大学里大二的时候 突然某一天就是某根 冰开了我要减肥 然后一年里面我减了大概八九十斤 那很厉害非常励志 嗯 非常疯 然后当时减到我一米七九 大概只有71公斤这样子 哦 很瘦很 结果猛 哇那那竹竿了 71公斤竹竿了啊 对然后我妈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不好 是是是 报首啊 对甚至有一天我在家里那个鸡水堂昏倒了 然后把这边磕了个大口子出来去缝针 对然后那 妈妈肯定心疼了 心疼死了 那次我就知道我就是差不多得网上抬一抬了 不行了 有点有点矫枉过正了啊 嗯 对所以我家里人亲戚都见过我最瘦最瘦 很不健康的那个时代 嗯 那个时段 所以看到我现在肉长回来了 所以他们不会对我说什么啊 太胖了或者太壮了 怎么这样 他说啊 现在这样挺好的 反正又没有过去那么胖 又没有之前那么瘦 这样是不错 所以我是有过 那你这方面压力应该没有挺好的 我这方面没有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觉得是 对我看到网络上是比如说呃 就像你说的就是现在这个熊圈审美当道嘛 对吧 就是现在在南童这个审美的精字链的鄙视链顶端 就是鸡肉壮熊 对吧 胡渣壮熊 这个对 所以所以有很多人可能他他是马low 对吧 就是瘦瘦的 那个牛牛老师上期就分享 他说他年轻时候就很瘦嘛 他老想往那个那个熊圈杂志的那个圈子里挤 然后然后人家编辑就很尴尬 说哎你这个身材我们怎么拍你的吧 没法拍写真啊什么的 他唯一次上这个杂志是真有广告 就跟别的熊在一块 然后给他贴了一个真有广告 对他那个时候比较瘦 对所以所以他他现在就练得很壮嘛 对但是就是我看到的是说像这种 就是如果你原来比较身材偏瘦偏苗条 然后你猛吃猛练 然后练得很胖 那就是他他他就是跟你反过来的过程 你是暴瘦 对吧 嗯 家里人会觉得很那个一样 就是有的人是练得很壮 就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见了身 可能就脖子都感觉变粗变短 这种变那个蟒粗 我就感觉看起来很不聪明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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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那家里人也会担心 对吧 觉得你你你是怎么样 你现在要去做保安吗 还是什么 是练这么大有什么用 哎呀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跟他本质上跟胡子还是一样的 就是审美的差异嘛 就只不过就是从胡子转移到了身材 就不接受的就是不接受 这东西我觉得调和不了 就是家 直男是直男是家 直男女是家里面那种固定约定俗成的那种审美观 嗯真的调和不了就没有办法就只看自己那第三个啊 第一个是胡子第二个身材啊 第三个我经常看到的就是这个可能年轻人都有不分同性恋异性恋啊 就是染头发啊 染头发回去一定要被讲啊 天啊我这我之前我记忆有心那时候 嗯我很2020年刚搬出来的时候就染了一次蓝发 然后当时蓝发后面到后面会变成金发嘛 然后有一次又是 对褪色 对褪色然后邻近过年要回家 然后我爸妈看看到我吓一跳 就直接说啊谁让谁帮你染头发的 就是谁谁让你染头发的 就他们当时是瞠目结舌就失语 就觉得就是染头发在他们心中像那种 同学猛兽一样在心里能跟什么抽烟 对吧 对学坏的特征是跟什么抽烟喝酒打财球 就像你说嘛你爸就教导主任 你学校里要是有同学染头发他肯定要逊死人家 直接推掉就给你管都不管 哎 然后我就跟我父母说我又不考工 我又不考考中编误 不考编制我我爱咋染就咋染 而且我这一年我就万圣节为了给装扮就染这一次 我又不是常年漂头发 嗯然后我妈到后面就是说行吧行吧 反正就是头发也染了 我也不可能帮你这当场推掉怎么样的 也可以那你爸对你还挺温柔啊没有直接拿个垫 那种推子哇上来就给你推掉 毕竟还是儿子了就是我爸我爸虽然凶但对我而言不是那种特别暴力的那种凶 他对我很温柔但是温柔里面是有那种压制力的就是还是有那种威严在的那种温柔 对对不是那么的凶 嗯然后到后期我记得我记得我特别有一次特别难受 呃我记得是21年的11月份那一次我刚过完万圣节吧头发是金色的 嗯那个时候我当时在健身然后突然我爸打电话过来了说我奶奶又不行了 然后我当时根本就不管不了那么多直接赶了回去 那顶着一头大金发嗯然后在那个医院的人群里面特别显眼 然后结果那个一到那个急救室门口 然后我妈看到我是又一拍大腿 说你怎么又染头发了就是还记不记得奶奶不让你染 然后我当时就语色然后本来心情就不好 当时就更没想好好怎么反驳了 然后当时干脆就不反驳随便吧 就是赶紧先想先去看一眼 然后当时就觉得我在医院那个大环境里面所有天使都在 然后我就那一个人是个大惊发像个火柴头一样过去 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那个整个人生会不会太就是标新利益了 我有过这么怀疑自己 但就也就一瞬间 然后就那一天眼神都在都在看你那 对全在看着我说这是谁呀 奶大孩子就这么看过来 这时候你你就应该有个有个有个台词是吧 这个虽然我染发我纹身我混社会 但我是个孝子 我抽烟喝酒但我还是好女孩 我是个孝顺的好女孩 孝顺的好女孩 我确实孝顺了 所以也没有怎么样 所以当时因为表现的还比较好了 主动帮忙干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所以又也没说啥 然后到后面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 就也随便了 就是染头发染就染了 我妈现在也管不了我这么多了 我也不想让她过在过去写的 就这样随便了 染发这关过了 好啊我们再来聊啊 第四个纹身 哦天呐 就是每个都每个都在戳他们的点 我我妈就是跟我跟你讲 就是我爸其实做教导主任之前 他是有一颗狂野的内心的 哦 他特别 他特别想去就是纹身 刘虎子 打耳针 打耳洞 哎那你遗传你爸爸 对我有可能真的遗传我爸的 然后我妈就撤 你爸是是这种受受熊欢迎的形象吗 呃我我我我爸应该不是吧 我爸年轻时候什么六块附近还是有的 哦 可能当时应该是受古惑仔的那个分波的影响吧 哦 香港电影那方面 他应该是受那方面影响 所以我妈其实对我打耳洞 然后所以我现在还是没有打的 因为我还是听我妈的话 之前如果有的话我就用耳夹 我也不会打耳洞 然后刘虎子是最轻的一个 所以我妈也没管 然后纹身 我妈是305身 千万不让我染的 就是染料要发发大火那种 所以我到现在 但是你也长大了 你纹在一些地方 你妈也不看你洗澡啊 她也不知道啊 也是啦 但万一哪一天 如果真的就是跟他们出去旅游 如果去海边啥的 哦 如果纹在 我如果纹在什么手臂上 就这种 像纹的什么东西啊 什么纹的环啊 什么的 万一这种东西 我也不知道发现了 那还是一样的 对 或者或者 屁股后面 腰后面写个欢迎光临 出入平安了 少费这里给这样子 好吧 特别想纹身 我觉得纹是特别性感 对我而言 对 如果有男生那种肌肉男纹身 我在我心里会大加分 然后但我现在也不敢给自己 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 就是因为你一直压抑 然后呃你做不了 所以你就很很喜欢 就是有人敢敢去这么做 对吧 哦对我而言确实 我我就觉得那种 越是叛逆的东西 可能越是吸引我吧 反正越是我爸妈不让做的东西 可能在我心里就是越稀缺 我可能会越喜欢 嗯 对 养出来的一生养出来的环果 我明白明白明白 叛逆的心其实是因为呃比较压抑的气氛对吧 造成的 中小的月 对对 你说这个纹身你别你别以为这个不会闻这个中文啊 我我我刚从那个甲米回来 甲米就很靠近那个呃那个那个普吉岛嘛 对就是就是泰泰国南面那个靠海 然后哇这现在其实已经很热了 然后一大帮欧洲人尤其是白人 嗯 我觉得他们反正看看中文就感觉像一些很神秘很高级的符号 然后在我看起来叫什么知道吗 叫电脑送体字 我我知道 是那种送体字打印字体 完全是电脑字体你知道吗 都不是什么很高级的书法 就感觉 也很好笑 因为他们真的有人问什么麦克 就一个中文字 哦哦记得名 麦克 对很好笑 哎呀这东西 在他们也都看来不就跟我们还有一个哥们 我觉得甲米看到的就是他旁边一大堆纹身练的也很壮 然后上面有一个字叫什么尊敬 就是我估计就是谷谷歌翻译 respect 对对对对 然后直接尊敬 哎呀总是这种 大家总是对这种不同文化的东西会有这种追求了 他你就像外国人靠我们那种中国产的衣服上面 那种莫名其妙的英文是一样的啊 好一点 女性对女性闻身的宽容度更加低 一定要是太高了 对吧 对 更加低 因为我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帖子也是有一个女生的视频 呃他就说啊我我我我我带他在胸口这里吧 没有到没有到那个胸啊就差不多脖子这里闻了一个身 嗯就是你稍微这个领子下去能看到的 然后他就说啊他他面试啊什么人家看到他有文身都不要他什么什么什么 关键是这个帖子很多很多直男在那里转 知道吗说什么啊你你有自由文身那别人就有自由不要你 妈呀还轮到他们说闲话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就是这也可以成为厌女的一部分 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对女性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所谓的这也某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处女情节啊 就感觉好像女一定要很完整很无瑕很纯洁 就是好像文身等于学坏等于放得开 因为那个女生还在视频里说说呃他交往过一些男友或者说有点有些好感暧昧的男生甚至会跟他说哎呀你有文身是不是你玩的很开啊 我们是不是玩的很大啊啊 啊被人都来啊这种东西 哎呀直男就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干净然后第一个把你弄脏的人一定是我然后标记一下你这种感觉他们头就爱他们爱死了 这点我觉得很庆幸好像中国的男同里没有这种处男情节 哦中国男同应该是没有的是吧出来的话太恶心了吧太恶臭了吧 对啊 中国通讯录如果你到什么二十六七岁你还是处男那我觉得就很可怜 反而觉得是魔法师哈没人要哈 对啊真的魔法师 OK 就就我其实我妈跟我说过为什么不太接受我文文身 然后他讲过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那种 首先就是像黑社会一样可能不太不太学的好 刻板印象 对刻板印象以及什么衣食发肤受之父母啊就不希望这种东西 就是很脏很痛啊这种东西反正刻板印象是第一个 他传统观念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他就是说啊你文文文身之后你以后什么考公务员啊考警察考编啊 对你未来直接发展也不好社会我妈特别喜欢社会压力我妈特别喜欢拿这种话来藏色我然后我一方面自己就是还没有想好要闻什么然后一方面又怕痛 然后目前所以也没有闻神但其实还是很想闻的但我妈天然会拿这种 理由来就是应付敷衍我然后包括来约束我那我目前也就表示遗憾吧我觉得就是他们被裹挟在这种审美之中我觉得过得很遗憾 对好那我我我鼓励你一下希望你新年今今年可以顺利的去文身啊别管你妈怎么讲啊 我想想但就没有想好我会闻神闻什么我告诉你就是第一次都会不知道闻什么一旦闻了就一发不可收了 所以你一开始就随便闻一个简单一些的啊就可以没关系先有第一次啊 啊可以可以下几年床睡一下我虽然是一个我我也还没有没有闻但我我我没有我纯粹也是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要刻骨铭心的事情啊所以 你但我我bf文然后我也觉得我很多朋友文呃直男直女他们都闻我都觉得闻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你闻呗你喜欢鼓励文身鼓励文身自由了 对啊反正2024我连这柜都出了我就我也不在意这文身了你这个这个柜我我觉得算是被出柜吧对吧你你被出柜对你你还是可以在 嗯在恰当的时机和时候想一套就是你不能老是你妈这个精心布局周密安排来对付你 对吧你也你也周密安排一下啊考虑一下怎么对付你妈啊让你妈做那个哑口无言选择沉默的人哎对吧那个就有意思了啊 嗯要要要精心编排一下真的对嗯嗯OK所以过年回家你看啊刚刚我们聊了聊了这几个啊这个都还是跟外貌有关的然后最致命的也是最老生常谈的呃就是什么时候结婚啊有没有谈女朋友啊对吧结了婚以后什么时候生孩子啊结婚这种致命话题当然现在网上有很多话术对吧就是从彪悍的到 这个比较温和的啊到这个像你这样子选择干脆消失你们连问的机会都没有对吧都有比较彪悍的比较彪悍的就是什么那个那个那个结果了对吧老公已经死了是吗老婆已经死了这种我听到过一个比较刚烈的就是有我记得有个女生分享还是什么男童分享应该是女生分享吧他说他家里亲戚问他哎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然后他说我喜欢鸡巴大的 嗯然后去上乘路我说对对对这个我也看到类似的就是呃你要让对你要让这些亲戚闭嘴你就在公所有人面前大谈性非常直接的谈性对然后这些伪善的中年人一定会闭嘴啊就不敢说话对其实其实他们自己也都也都看只是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是不可以在公那个就是亲戚之间公共场合说的上不了台面的他们和 可能会这样觉得对这招是很有用的你就可以大言不惭的讲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对啊而且而且而且这是实话呀谁不喜欢对啊谁不喜欢哈哈哈哈哈哈对啊非常好对吧也没有讲违心的话也没有撒谎对啊啊对啊就尊重本心嘛就喜欢就喜欢大的怎么办啊对可以我现在都没有找到鸡巴大的你们知道鸡巴大的介绍给我 啊我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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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不对啦这是女生说的台词你你在家里如果没有出柜要装要装直男的话你可能要说什么我喜欢奶子大的 啊我在装东西是吗 这是可以播的吗不可以了哈哈要要那个逼掉了哈哈哈 好的这期节目到此结束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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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 few moments later 好吧吓死了吓死了吓晕了对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很有用啊这个这个我看我看能不能过审吧不能过审我到时候处理的比较的哈哈哈对对比较比较哈哈 哎反正我最近回家已经被催了而且我就是从读大学第一年之后就很隐晦的开始先慢慢从隐晦的开始什么哎呀这瘦下来了那么好看有什么女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有一一听我提起要出去玩什么的就会问哎呀我出去玩的是男朋友多还是女朋友多啊男生有几个女生有几个啊我说全是男的 他说啊那找几个女生陪我一起玩一玩吗不要老是跟男生一起玩然后等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们也不避讳了就说什么时候有女朋友啊什么差不多年纪了已经二十六了然后你看你像你哥也快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当我当时还会庆幸因为我还有个表哥嗯 经常就会跟我回家就一起出现嗯那当时他单身嘛就也没就可以帮我当个挡箭牌嗯也帮我吸引矛盾嗯结果对我而言不幸的是我哥有我哥去年有女朋友了并且已经准备好要买房了嗯估计2024年就要结婚了然后挡箭牌没了挡箭牌没了挡箭牌没了为什么一次就是矛盾要直接到我身上来了也直到就是我去年也是有一次回家然后 我爸就直接就是敞开了心扉跟我讲哎我记得我们家谁谁谁的叔叔的某某某个女儿你是认识的呀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我当时听到嗯对我当时听到某某某女儿的时候我直接起身我说我要去厕所然后直接闪门把门一门一关直接走人了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践行我的回避政策嘛就是回避虽回避可耻但有用对我而言是这样的所以哎但我觉得啊其实这种策略还是有很多的啊 你可以慢慢用啊一般来说我观察到的当然虽然我没有啊但我很喜欢看这个微博上各种各样的段子我觉得很好玩啊这是一种人人人间观察就比如呃一个是你可以你可以装弱者装受害者就是哎都看不上我对吧女生都看不上我我我现在没房没车我现在工作也不稳定对吧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个事情我还在事业上升期对对对对这是一种啊这是装弱啊 还有一种呢是呃挑剔啊挑剔型啊看不上就是这种心就是比如说你你爸这种你就说啊照片拿来看看呀说哎呀小时候感觉还可以吗现在长大了怎么这么丑啊哈哈哈哈对吧也不是不行对对对对就是心比天高型对吧这个时候他们的话术就会完全哎呀差不多就可以了怎么怎么不行我一是一辈子只想结一次婚我一定要跳个我喜欢的这个我不喜欢 挑对啊怎么能凑怎么能凑合呢我妈也是你凑合来的吗不行啊对啊呃不能随便啊你当菜场买菜啊不喜欢再去买对吧挑挑剪剪啊对啊这是一种对吧这也是一种呃还有呢就是就是说哎呀我想找外国女朋友哈哈哈哈就是帮不上忙行知道吧就你亲戚亲戚朋友基本上是帮不上忙的你知道吧就说哎我现在我现在我网上面有一个跟我暧昧的 啊是美国人你们你们你们不知道等我跟他谈的差不多了我再告诉你们啊你们也没法跟他交流啊嗯对吧啊话话说我也用过我也用过一个方另一个方法就是你知道上海妈妈其实对于那种你的另一半是用那种比较严格的标准要求的上海婆婆可厉害了真的然后一开始嘛要是特别特别严就说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个标准版本一 说你一定只能找上海本地的嗯然后小孩那个女孩子们最好是要有公务员的有编制的工作要稳定的铁饭碗要有第三个就是那个父母什么都双全的不能有什么单亲妈妈单亲父亲这种的不可以啊然后最好嘛家里也是有点钱的有点投票啊要这样比较好然后随着到后面我就是这个单身汉越来越久越来越久我妈就迎来了 不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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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降往下降什么二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然后我妈的标准最新一版标准是说呃我找外界女朋友可以但是铁饭碗不能丢也是要好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家里家经济条件一定要好一定要好千万不要什么什么深山老沟里面拖出来那种拖家带口到上海来这种啊这种不行他现在就是至少我们外界能接受了到这种地步然后我就是觉得 我之前就用过什么啊我有女朋友啊但是就是什么的就不是上海人你们也不会喜欢的然后家里面也很穷的就是只是来上海读大学什么叫回去的这种我就敷衍过一两下然后到后面就觉得这种这个东西治标不治本永远没有办法嗯对到后面不用了就直接就选择了嫌麻烦就选择了回避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嗯对因为你我我我我身边 有一些这个直女朋友对吧嗯直男好像遇到这个问题的不多啊都直女朋友然后嗯他们的经验呢就是女生只要熬过35岁家里就再也不问了哈哈哈哈我就是心死了就知道这个这个东西弄出去了所以因为我的直女朋友他也不是说他是他是他是拉拉对吧他就是觉得这些男的都不他真的看不上啊他真的就是看不上他遇不到好的呀你也知道 你跟这种人绑定一身啊对你也知道中国社会现在这些这些这些普性男人对吧多吓人你心心想到后来真的真的害怕啊这种人谁要跟他结婚啊对吧就莫名其妙的这种男的态度真的是找不到好的真的找不到好的那找不到好的还不如不结他自己过得挺开心的他是对吧就是现代女性要自己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可多了对吧包括呃性需求的方面我找个泡友还不简单吗我干嘛一定要跟人家结婚 我玩具也挺好的也不缺你也不缺这个这个男性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提供一个那个而已啊对啊对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是全世界的趋势全世界的这个生育率几乎都是越来越低的除了某一些呃特定的文化对吧或者特定的宗教的影响可能会呃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生育率但大多数你看这些呃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其实大家的生育率都是在往下掉的啊你生活水平提高了 大家都在往下掉就是因为人都更追求和更强调自个人的自己的自由对吧一个是你你不需要为了别人去活第二个就是你也知道现在呃就算是呃找到理想的伴侣结婚了你也要考虑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因为也是要为了为了你这个下一代去牺牲很多你个人的自由和时间呢对吧我我我上期马特叔叔也是他们现在带两个娃真的是累得要死 累翻了吧而且养娃太耗钱了这东西对是的是我自己我自己都养不活呢还怎么养娃养到过去那是不敢那真的是不敢失业那真的是不敢失业啊真的不能失业失不了一点业 OK所以哎我觉得我觉得嗯26岁还是一个就是你你毕竟其实大学刚毕业没多久啊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嗯就是已经出社会了但是还没到说30岁因为30岁我觉得也比较重要就是父母可能慢慢的开始觉得也管不住你了对吧他们的年纪也上去了然后嗯基本上30岁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摊牌 你知道吧就是不管你是因为性取向也好还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也好总之这个婚老子不结这一点我估计经过长达10年的斗争到了30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摊牌啊那个基本上就是呃永绝后患的感觉但是你估计还有几年的这个历程等到了30岁才还没到还没到最后摊牌的阶段啊你可能要再熬一熬对嗯 哎也逃不掉没有办法而且除了在结婚这方面就是26岁还是一个就是很尴尬的时间点在事业上面也是我前两天跟我妈就关于这件事情大吵了一架就是我妈其实特别反对我自己一个人去市区租房子住的嗯她又觉得就是我们也在上海又有房子然后平时又又能给你做菜吃房租跟饭费都能免掉你为什么还要外面找工作然后你明明可以在什么南会那边 我没有人迈可以帮你介绍工作怎么样在那边安安稳稳稳定的过这样的一生比什么都强而且我问一句啊在我们身边这样你在南会打开过交友APP吗打开过啊然后发现一些什么首先就是打如果打开那个某蓝色软件全是无头怪然后就是那种没有头像的然后哪怕有的话也是那种看上去就是那种很很就是我不会喜欢 那种然后我当唯一有一点点好的就是因为我当时我我家那边附近是我大学城的哦可能会好一些可能会有些优质的小熊回来那边又是什么又是什么什么又有钻石硬度又又非常寂寞无聊 当年还有一两个是玩意还还不错的但如果把大学生在那边抛掉再想看到一些能吃得下去的好菜的话就要到什么十几公里之外了二十几公里之外 哎呀小唐可以啊我还以为我还以为小唐是是大叔控没想到也吃学生妹啊啊没有啊我我是颜值控啊就是脸只要好看 我看长得着急的话大学生也可以是吧啊对对对对对喜欢成熟脸了成熟钻石的可以找可以找我这样子啊哈哈哈啊好有意思呃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好像其实相对来讲中国当下的这个社会啊因为我觉得你父母或者呃怎么说就是主主流啊主流的这种这种这种传统家庭的话呃相对来讲其实男生的压力 还是要比女生小一点啊因为女孩子感觉他会被催婚或者说三十岁一到啊那种那种压力感焦虑感的可能更大啊可能更大男生可能相对来说呃稍微好一点点对一个是因为毕竟这个生孩子也不主要不是男生的任务对吧这个对呃所以而且就是这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男权社会嘛对就业女现象还比较严重所以女生的压力可能更大一点男性可能好一点 而且感觉好像男生这个可以择偶的年龄可以放的更宽一点对吧所以对所以所以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呃男童要比拉拉好一点的那你呃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怎么说呃比较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真的可能家里就是农村啊或者小城市他们那种或者说传统观念比较强的什么山东啊对吧他们可能这种压力更大啊那可能真的要是 跟跟跟跟跟跟跟家里要有一些要有一些冲突的呃有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有呃我是有请大家认不认识是一个那种呃玫瑰少年是比较那种女是比较中性的一个男生嗯对然后你也然后他比较麻烦的是他是福建泉州人哦然后就是那种宗主祠堂就是观念很强的地方 嗯哦每一次就是情要准备回家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烦闷跟郁闷他发过很多很多微博就会说自己啊又要回家了然后跟父母就是很聊不来一天然后就是也不会说话然后每次都闹得很不愉快这个样子反正我只要就是某次我只要哪天一回家一推门一看到情这种特别烦闷抱怨天抱怨地的我就心里就大概有数了是他估计要回家了 然后果不起来过两天就回家去了可能有某些事情吧这样子他就特别痛苦就我就很感慨就是我还好就是生活在上海怎么说也是稍微会开放一点点总比那种呃信息可能多多一点吧嗯你们还能刷小红书刷到你呢嗯对对对会好好很多如果再往北方走他怎么去应对这些压力呢嗯他他比我要刚烈一点 就是更加的fierce就更加距离立正一点就是说我可能本身就是这个样子啊怎么怎么样就是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如此然后哪怕哪怕请每一次回家都要精心装扮成那种假小子的样子来稍微让更男性化一点对吧嗯嗯会男性化一点因为毕竟他如果真的顶着他平时那种装扮出门他一到他可能一下犬中那种什么机场他可能就是一整个人群焦点了 他实在也不想就是做那么明显吧他也尽量不想跟家人吵得这么熊所以还是每一次回家我都会看他就是把自己包装成没那么女性化或比较男性化这样点去面对他的家长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嗯嗯这个其实是我我我更想去聊或者说去嗯想怎么样可以去更好地解决的 呃一群人啊就是压力最最大的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是不是跨性别啊但是我觉得跨性别的人肯定是压力非常大的啊因为不管是男跨女还是女跨男他们的性别气质跟他们的生理性别呃都是相反的嘛对是是特别容易被被歧视啊呃就是不不不光是要结婚了他可能要做自己都都很困难对吧所以呃如果不是一个宽容的社会环境又是这种很传统的话呃肯定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其实我是特别渴望说呃能不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呃沟通的建议啊或者方式啊啊能够能够给到他们让他们觉得可以呃找到一些方式我是有呃跨性别的朋友就正好呃今年曼谷跨年的时候他他也来玩呃他是海南人啊然后嗯嗯他如果就是不做这种女性女性的打扮的话其实应该是一个是一个壮熊 哈哈我们应该我们我们我们叫他母熊哈哈哈哈我们叫他母熊哈哈你别喷出来对就是他长得他长得很大只对对对对对然后呃但是他的呃性别认同是女性嘛对所以他应该是跨跨性别的顺直女他还是喜欢男生的对所以他其实不是同性恋他其实是一个呃trans啊然后对trans喜欢男生的对但是嗯他还没有去做 任何的这个手术啊他他还没有但是他刚刚开始服用一些激素什么的对但是他他就不隐藏嘛他跟他妈是呃出柜的对吧他妈还是会接受他呃但是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妈现在接受他以后呢呃把他当女儿看对吧把他当女儿看呃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问题是呃他有个弟弟那他现在可能明显感觉到他妈对他弟弟更好 啊就是会把一些家里所有的希望呃或者说比如说什么买房子结婚呐这种事情就是就是中国父母认为我应该为儿女做的事情你懂吧就是放到他弟弟身上去了然后对他呢虽然不干涉或者怎么样但是对他呢可能爱就会少一些因为你能感受到前后的变化对吧而且甚至可能说呃那个呃那个那个 觉得经经经济上可能是想让他来帮他弟弟啊之类的啊我就是就是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对那其实这种就作为儿女来讲一方面你你你你你又觉得说呃父母能接受这些事情很好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觉得好像太公平对吧就是就是哎就毕竟在那些父母眼中就是我们这种通讯录是一个比较失败的投资投资项目因为他们 有我不得不说对吧有很多父母就是把孩子当作一个投资项目我早期投入了成本投入了时间投入了金钱那么到了后期你就是要成家需要给我养老他们把我们当什么基金来看待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是非常的失败啊我们就是个沉默成本对吧沉默成本就是个沉默成本带不来儿女带不来孙子也带不来这个养老的福利啊对啊带不来所以我就是觉得 中国父母在这方面我是觉得挺无语的对我而言反正是随便对所以我觉得也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而且呢我发现啊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等我们这个什么呃80后啊90后啊等我们来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就会变好我我一直觉得对这个观念表示怀疑然后最近我就觉得肯定是为什么就是呃我有一个工作上的朋友他他比我们年纪 可能在大个10岁左右啊就是他现在是呃40快到快到50的年纪所以他儿子已经念小学了嘛嗯呃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呃open也也也也也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接受LGBTQ这些对吧他的朋友很多但是最近出一个事我跟他聊天哎我就发现说有一些观点呢呃他表面上很开明但是他毕竟不是LGBTQ群体的人所以他的想法就是会跟我们不一样 什么事情就是说呃呃呃他他家里这个他他爸生个病啊所以送ICU了所以他赶紧赶回去去看了一下然后忙前忙后照顾他爸对吧呃他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然后他现在就想说哎就是那个其实其实因为他也有也有孩子了嘛对吧他就觉得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你你有没有考虑说要领养你应该去领养个孩子啊那不然的话他说你老了以后谁给你养老 哎哎对吧就是他是完全出于好意好心的朋友对真诚的给你一些他觉得他从这个照顾他父亲当中学到的一些人生经验他给到你但是你听起来是什么感觉 就哎就很无奈就知道他是好心然后但是这话又很失礼然后也就是哎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呢也是稍微哎就是 对吧一下子就是感觉我没想到他会是跟我说这个啊当然就是他是把我当好朋友好兄弟才跟我说这个的但是我会觉得哎那我怎么我也不太好这个不礼貌的去跟他说对吧但我就说啊这个事情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呃我我爸有高血压他之前中风过对吧然后我妈现在也照顾不动他所以就是去年的时候呃我妈就把我爸送到养老院去了啊我爸在养老院一个人挺好的 然后呢养老院作息又很规律他糖尿病原来都要吃好几种药他现在那个血糖都正常了因为三餐超级规律对吧然后养老院统一生活又有护工呃又有这个住院的医生所以他现在糖尿糖尿病都控制住了药都不用吃了我妈也省心你每个月就几千块钱扔进去就完了嘛 对吧对吧我说我也是想的很开的我我大不了我去养老院好了啊然后我朋友就哦好像也可以哈哈哈我只能这么说啊对对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呃想当然和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对吧不管是一些公共话题也好还是说像春节回家过年的 代陆冲突因为我觉得呃呃不只是呃男童对吧不只是LGBTQ群体你26岁的年轻人跟跟长辈他们那一辈肯定是有很多代际冲突的对吧中国30这30年40年变化是很快的你想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他们在干嘛呀对吧他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不像是因为我现在搬到泰国来我就感觉呃泰国 相对来讲对LGBTQ是很宽容的啊当然也会有一些歧视或者说会有那种因为你毕竟是少数嘛对吧但是整体来讲很宽容这宽容就是首先本身我觉得泰国风气就比较比较佛系就大家不太会去管别人的闲事对吧这点我觉得成都人民可能有体会啊为什么这两年大家都都好多同性点跑到成都去是吧我觉得不光是因为人都还有因为成都也是一个就是你过你自己的啊不太会有人来 干涉你的地方对还有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呃泰国这个这个国家他就是呃没有被什么殖民过也没有什么战乱啊他就是19世纪就是从那个国王然后改改成这个这个呃君主立宪民主了以后他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就是就是比较西化的其实他在这个社会文化跟商业文化上其实跟跟那个西方是比较接轨的所以呃基本上他的这个社会成长 那以后就是呃就自制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呃大家各各有自己的轨道然后你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是在这个经济上大家有一个阶级感对吧但是在很多公共话题上这种阶级感没有那么强因为任何阶级都会有性少数的嘛对吧所以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呃LGBTQ呃人群的社会能见度比较高因为你想呃大家最早听到人妖这个词难道不都是从泰国来的吗从泰国来的吗对 甚至很多人开根开始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呃现在我们大家叫跨性别或者什么对吧那个时候可能第一印象都是哦泰国有人要 其实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台湾有红顶艺人他甚至都不是那个跨性别他就是那个女装嘛对吧男版女装对吧中国有其实京剧名林啊四大名单都是男性啊对啊对吧然后日本也有卡布基歌舞技啊也有各种各样的所以所以其实其实呃 呃这种呃男性女性啊或者说性别反串其实是广泛存在的但是能见度比较高的而且他变成了一个呃很正常的职业社会也接受他他们就是可以去做演艺去做酒吧对吧去甚至是从事一些性工作那个在泰国社会是被承认的所以相对来讲他们的这个观念就会相对来讲open一些没有那么多的呃不可以或者可以啊就是就是对对所以所以我觉得说呃 嗯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是我我帮到泰国来以后感觉泰国和中国很不一样的地方虽然都是亚洲国家但这一点上我觉得泰国可能是呃所有亚洲国家里都很open的因为新加坡也不开放啊马来西亚也不开放啊呃甚至就是像印尼啊那就是他穆斯林比较多他们甚至有很公开的呃就是这个反同的这种这种这种 就是就是就是政客嘛对对对包括台湾虽然同婚合法了其实也有因为我最近看了蛮多台湾的东西然后呃前几年台湾在通过这个同婚法案的时候呃就是台湾的那个最高法院已经看说这个同婚必须要通过立法来完成但是至于这个立法是要修改现有的婚姻法还是你们另外立一个专法这个我们不管啊这个你们立法委员去讨论 那结果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做全民公投嘛全民公投里面是有一个叫爱家盟就是爱爱护家庭的联盟爱家盟他们都是一些什么很保守的宗教人士基督教会啊什么的教会人士然后他们就公开出来辩论都提了非常非常多荒谬的这个反同的理由而且这个反同在台湾是通过的这个反同法案是通过的所以为什么最后呃台湾同性恋还是合法就同婚合法是 他们另立的专法他们专门修了个法没有他们没能修改婚姻法就是因为他们那个公投反同的公投是通过了的所以他们没办法修改婚姻法那个反同公投就是认为婚姻的定义传统婚姻法的定义必须是一男一女这个台湾没法改过来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在就是在中国的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圈子里面呃虽然虽然虽然那个台湾同婚合法但实际上保守势力还是很厉害的还是很厉害的包括这些呃传统的一些所谓的家庭观念啊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台湾的这种同婚里面有多少荒谬的这种 这种言论啊他甚至说啊那如果你们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可以结婚那这个孩子怎么叫阿公阿嬷呢我们这个怎么做外公外婆呢没法做了嘛这个辈分都乱了嘛就这么荒谬这么这么无聊的理由都可以拿出来哎当反反同的理由你知道吗哎但但无论怎么说还是很羡慕台湾了至少没有这一部分推动的出来咱们的话应该还要有有点距离 对我就是想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如果说呃中国有这种公开的讨论的话我觉得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类似的呃这种这种这种东西出来对吧所以你也可以从这种待机的沟通当中看到呃我觉得是很难的啊不是一天两天或者一句两句话就能就能解决太多了无论是个人的见个人的见识然后彼此的成长空间环境 以及各种自己兴趣上的差别什么的都差太多了这东西一时半会调解不了和解不了就只能慢慢来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差太大了好那呃今年这个节目因为我我们也聊了一个半小时了今年这个节目呢呃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但是我想到一点啊我觉得呃明年我们可以再来录一些哈哈哈哈什么主题呢还是这个主题啊就是看你这个年有没有 没有些进步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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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完全没有进步那不是很尴尬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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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时我给你立一个立一个flag好不好明年明年过年回家之前啊呃小唐再来录一期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请一些别的朋友一起来来录一录好不好呃看看你这一年有何进步还是说继续要立这个乖乖女的城市啊明年明天就玩个大花壁脸上一个文满打耳洞留胡子 跟家人跟家人儿子彻底学坏了是吧彻底跟家庭决裂对啊就进大门的时候就那一边拿着酒杯一边抽着一边说妈我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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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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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呢行那这样定好了明年再来一次好好然后呃我们这个太美丽播客还有个小传统啊就是我今天问了你很多问题 嗯嗯对然后所以最后让你来问我一个问题好吧哦我有问题我现在就想问就是你和你对象直接搬到了国外去住你的父母我觉得你的父母应该不会那么直接就说哦你们随便你们吧总归得有一些正常的碰撞吧有有这种摩擦吗完全没有 哦哦我甚至我告诉你我甚至是在微信上跟我妈讲的我连电话都没打我就在微信上跟我妈讲说呃呃呃我跟我跟会会要搬到泰国去了哦我妈说好啊啊哎那真的真的我这个我完全没有撒谎 当然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有一些前情提要的就是首先呃呃我我呃因为我我我我跟我跟我BF之前在北京嘛对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然后在北京呃就是同居了嘛在一起的对然后呃呃我们呃一六年的时候回上海从北京搬回上海对然后呃呃回上海的时候就是呃算是我跟我妈正式的出轨因为我觉得我妈也是知道就我我我今天聊过的理论 我觉得妈都是知道的 对吧 只是她 你在没有正式跟她讲之前 她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啊 或者说她没有跟你正式的去沟通这件事情 她只是单方面的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 因为首先我妈是个很开明的水瓶女 对吧 她本身对我就是散养型的 她本来就没有给我什么太大压力啊 就是 基本上我的兴趣爱好呀 或者我想做什么事情 她基本上都是非常宽容的 对 所以这个点上 我觉得本来压力就不是太大 但是的确我妈是很喜欢小孩的 她一直渴望说抱个孙子啊什么 这是有的 这是有的 但是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彻底跟我妈出柜了 就是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因为我妈一直知道 我有这个合作伙伴 对吧 我之前跟我BF一起创业 我之前就给我妈打过很多预防针 就是说我有一个创业伙伴啊什么的 所以我妈知道 然后而且我们回上海 那我也是自己自己租房子住 而且那个房子我们还花了点钱去重新装修 因为那原来那个风格我们不太喜欢 那装修 那我们说还还在北京 所以上海的那个装修还是拜托我妈去盯的 啊 那梁室一厅 一个是书房 一个客厅 一个卧室 卧室就一张床 对吧 我妈肯定知道了 对不对 那肯定知道了 对所以所以我我我后来就是比较正式的说 那个啊 你见一见从来没有见过对吧 然后 呃那个呃呃是我是是是我的伴侣啊 然后呃就在那个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在那个呃呃 呃SWFC叫什么来着啊 就是路加嘴三件套里面那个日本人那个楼 日本人设计的那个楼 呃 环环环球中心吧 环球金融中心 环球金融中心啊 环球金融中心上面 上面那个那个凯月的那个那个餐厅嘛 顶楼那个餐厅 我们就说喝个下午茶啊 就是我我男朋友请他喝下午茶 然后两个人照了一张照片 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 就是就是我妈在一边 我男朋友在一边 然后他们一起喝个下午茶 我说哎呀 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 对所以后来就是跟我妈的关系就比较和谐 因为我们搬回上海了 就是呃呃我们三个人有一阵就是经常一起吃饭 每个礼拜都会周末吃吃饭 我妈还会到我家里来 对吧 撸撸猫啊 跟我们跟我们一起玩 甚至我我BF还带我妈呃来泰国玩过 就那时候我们还没搬过来的时候 不带我我工作忙 然后就我BF带我妈出来玩 都都都玩过 对所以他们关系比较融洽 对对对 所以所以我妈都知道这些事情 然后呃她就没再也没有跟我提过什么 要孩子的这种事情 哦所以所以就就我觉得 就我觉得搬过来搬过来 就基本上就是我 因为我妈也知道疫情 疫情对我们的那个呃封城 对我们的打击比较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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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以我妈也觉得说呃你你想出国之后那你就住呗 我妈本来就是一个她自己就是一直在在旅游玩对吧 她把她也把我爸送到养老院去她现在也比较自由 对所以所以我妈基本上没有没有给我这个 啊 嗯 那你这条路真的就走得很顺 好 很很羡慕一下了 真的 哎那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觉得是 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我以后我觉得有机会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妈也会有一些这个 毕竟人老了 对吧 而且他们那一辈人 他也会有一些患是患得患失的东西 也会跟我有一些冲突的 那这是难免的 但是我觉得大的就是真的比较大的决定上 我基本上就是我我我一旦 因为我也是个很固执的人 我基本上我妈也知道我的脾气 就是我真的做了决定 我就算不跟她吵不跟她有任何的冲突 我也会按照我的心意去做 我不太会去听她的意见 所以我妈是知道我的性格的 所以她基本上就放弃跟我 跟我有这些这些探讨 对对对 但是但是我是我就觉得说呃 每个人的这个 呃呃家庭 对吧 包括你你面对的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我上期也跟马特叔叔聊 对吧 那他们两个也是各自跟 家里这个父母出柜嘛 但是其实也不是一帆分顺的 呃 也会因为一些 呃比如说呃 父母虽然接受你那 周边亲戚呢 对不对 可能还是要做面子或者怎么样 那你有些事情该做还是要做的 对所以我觉得呃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说我我我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多压力什么回家过年我也过了这个年纪了对吧被催婚的年纪了但是我还是想聊这么一个话题 嗯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这个巨大的这个社会压力的怪圈 可以聊一聊啊 还在里面深陷着突然偷偷偷出来 对对对很麻烦对所以那嗯 那你的父母和你的同性恋身份里面就没有哪怕过有一有过一点摩擦吗一点都没有吗就如就如此身份甚至一点都就就这样会有啊会有啊会有吧应该 嗯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关于这种关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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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窥窥窥的问题会有嗯我妈有一阵就是对我特别好 就不正常的好啊哈哈你懂吗因为你想我我基本上就是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我就到处到处跑嘛我什么深圳去呆一呆什么北京呆一呆我其实就是后后来有一阵我就不太我就不住家里了嘛我都在外面玩嘛都在外面飘嘛那嗯那其实我妈也是一个心很大的人她也不会什么每个礼拜一定要跟你打电话什么的对吧因为我是有侄女朋友她一个人在在在在上海工作什么的她妈天天给她打电话 每天晚上问你在哪里呀你睡觉了吗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是妈妈心疼女儿嘛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是的确有点让我觉得有点过度关心对吧有点吓人那我妈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妈一旦对我过度关心我是很敏感的知道吧她有一阵就是给我买各种东西什么还要送一个什么什么姑气的包给我我觉得很反常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妈不是这样的你懂吗后来我就发现不太对对所以我后来有一次我回去跟我妈好好吃了 做顿饭我跟她吃顿饭我跟她讲了很多就是说呃因为我已经察觉到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她肯定是发现她有亏欠感嗯她还是会觉得说是不是你呃就无论如何就是呃是不是妈妈有些地方做的不太够没有做的很好所以呃她会让你变成这个样子呃对对对对呃或者没有按她心意发生对吧她会有这种感觉 我就跟她吃了一顿饭然后呃呃吃饭当中我就跟她聊我说那个呃呃我其实从小到大呃呃我过得很开心对吧我觉得呃呃呃你作为一个母亲已经很称职了对吧首先你你你给我生命我很感激然后呃你从小到大一直给我一个很宽松很开放的环境 因为我我我后来我我长大了我都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呃那个我有一次就是我我小学我妈应该接我放学吧我们家旁边有个桥我过桥的时候我就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长大不结婚可不可以啊我妈说那随便你啊啊真好我妈现在也记得他他老老老成段子拿出来讲就是所以我说我从小到大你给我的都是一个很宽容的环境对吧我我我我如果就是我只要不是提太过分的要求基本上你也都会满足我买书啊因为我想看书对吧你买书啊 呃或者什么去去听演唱会啊看什么东西你基本上都是鼓励我的所以我说我我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过的都还是很开心的所以你不要有任何亏欠感或者说你觉得你做的什么地方不好没有的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称职的妈妈然后我妈也很感动吧我妈我妈就是哭出来了对吧我妈就觉得呃这个这个虽然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吧但是真的看到儿子当着你的面跟你讲这些话他还是很感动的对吧 我妈眼泪就下来了我妈眼泪下来以后我觉得啊他心里也有些东西可能他就释然他他他他就觉得OK对吧儿子没有觉得呃你有什么就是就是亏欠啊或者怎么样对对就类似的这种这种情绪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我觉得作为儿女呃或者说我们作为RGBTQ的子女能做的事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除了有些东西你是要坚持自己的呃有些 甚至你是要反抗的也有一些部分我觉得你要细腻的去呃揣摩和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想他们是怎么思考的他们也因为这个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他们只是他们是他们的站在他们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家应该也是这样的对吧他会有一些想当非常多的想当然的东西嗯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父母也是很无助的就是回到刚才刚才你看你为什么你妈 他跟你沟通这些敏感问题的时候都都在什么开车的时候对我我觉得站在他的角度讲啊他也怕尴尬他是对吧如果那种变面只是双眼这样聊的话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做什么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就是说是你那个我们我们走这个旅程的时候是比较孤独的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社交媒体发达各种各样的资讯渠道更多我们其实已经会 接收到的信息会更多一点但是其实比如说哎我发现我喜欢男生啊然后我要出柜啊或者说我我我我我我开始知道哦这个所谓同性恋圈子是怎么回事对吧这个是一个孤独的旅程是我们自己去探索的但是其实跟父母出柜也好和父母去交流这些人生大事也好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父母你也觉得你的父母是爱你的啊这个前提也很重要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些父母可能嗯是有问题的他不是爱他他对于孩子的那个是控制欲甚至是恨孩子那个是有问题的啊撇开那些极少数我觉得大部分的父母都还是爱孩子的那他只是说他不知道他过去爱你的方式哪里不对那你现在要跟他反抗对吧又是一副很拒绝沟通的样子那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跟你沟通啊也没有人教他怎么做父母啊 你想他们做父母也是一种呃呃相对来讲也是个孤独的旅程当然有很多人帮他们或者社会上有很多异性恋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一些一些模板对吧那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但是同志儿女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情啊我也不觉得说随着时间流是自然而然那这个跟跟你父母不给你性教育说你自然而然就懂那种事情有什么区别对吧所以对所以 你你你觉得父母应该给你性教育他们不应该觉得你自然而然过了18岁就会懂这些性知识那我觉得如何跟LGBTQ的子女相处你也要帮到你爸妈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跟他去适当的沟通一些事情而不是急于是证明自己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因为如果你一旦把这种事情变成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对立对和错的你要把你的父母往错的方向推他们肯定觉得很奇怪 我也是为了你好为什么我是错的对那我身把你生出来他妈是不是错的就是错了对他们理解不了是吧不解决问题对所以我说这个旅程如果说呃能让父母更有参与感你也跟他们讲一讲你的故事对吧你怎么会发现这个事情呢然后哪些事情其实呃呃你不用帮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到后来也还是一个重建信任感和安全感的过程 因为你父母对你的期待无非也就是说呃你不要学坏对吧你可以照顾好你自己我们肯定走得比你早嘛那你的人生当然是你自己过这些父母大家其实都懂的无非就是说你告诉他我一直说同志一凡人就是我们其实跟一心两小孩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的我们追求的幸福也都一样的对吧我们也想找一个好的伴侣呃然后可以可以这这一辈子没有遗憾可以过得很开心对吧那只是呃 我们追求的呃方式或者说社会面临的压力可能多一点那其实父母应该变成我们快乐的那个部分或者说呃非压力的那个部分对吧这个人生已经很艰难了已经有那么多压力了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对对做个同性恋难道没有容貌焦虑跟身材焦虑吗对不对我们已经有那么多压力了还要再来个父母的压力那父母能不能从压力的这一边 到这个给我们动力和快乐的那边对吧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你去体会一下父母的呃呃呃他们的一些一些感受然后想一想能不能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给他一些疏导给他一些暗示啊呃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在孤独的走这个旅程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一个可能是同性恋的孩子他们其实也没有帮助没有人帮他们啊 啊啊对我没有别的问题了你的人甚至羡慕得让我很难受啊没有没有我我我我之所以做播客就是就是我觉得呃呃呃经历了很多然后我自己也学的很多东西所以我特别想去想去分享然后也听听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单纯的羡慕我我是我是呃 呃呃孤独的探索过来的呃我26岁的时候可没有什么人跟我做播客跟我讲这些哈哈好吧我26岁时候还不呃在在在在在做渣男哈哈哈哈啊谁不想做渣男我想做渣男天哪没有没有就是就是谈恋爱但是但是老老是很快的就就就就断掉嘛对吧就就一直没有长久所以26岁时候我也在稀里糊涂的那个时候对吧嗯 啊没有问题了就听听了我就是心里心里就是我要喝口水对啊都喝水都喝水呃我也我也买了个大大杯子喝水我觉得我现在喝水不够我买了个特别大的杯子喝水对对对就是就是就是对我觉得说呃好吧最后最后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呃过年回家实是一个特别呃呃有有我觉得特别呃呃 珍贵的一个一个一个部分吧虽然我今年过年不回去啊对我我因为我觉得可能老了老的一辈像我外公外婆都走了嘛对吧他们都已经离开了所以呃呃我们家就聚不起来了啊老一辈走了可能家里就亲戚就不爱聚了啊因为以前可能呃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对吧老年人比较爱聚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呃中华文化很温暖的那一面啊大家一起过个节其实你看西方人那么爱过圣诞节也是嘛对吧也就是圣诞节感恩节 大家聚一聚嘛对吧一家人聚聚所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一个沟通的机会呃当然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待机冲突这个话题的确挺大的虽然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但肯定还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对吧这个不可能在在一起聊完但是我觉得这是难以避免的会有待机冲突而且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呃但是同时我觉得说呃尽可能的去良性沟通吧当然如果你你你自己觉得 你的父母啊家庭啊都很可恶啊不值得沟通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很刚哈哈哈很刚的方式是吧也可以怼也可以怼因为我也觉得呃有些有些长辈真的我不愿意这么说但真的挺贱的你知道吗啊真的挺贱的对吧老拿别人家的孩子说事啊然后对然后然后那个轮到你了就各种各样的刁难我真的觉得有些亲戚挺可恶的对吧嗯这种也不用不用客气 是吧你想怼就怼呗啊但是嗯嗯父母当然还是最亲密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LGBTQ的子女啊有些事情是要坚持的啊但是手段和方式是可以想一想可以多元化一点的除了告诉告诉他们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的选择比如留胡子对吧留胡子你这是管不着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我回家包括我外公外婆在的时候家里吃饭什么的我就留着胡子我就不挂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呃我记得很清楚也是我外公呃还在世的时候他很微妙的但是我后来想想这老头挺厉害哈哈他一箭双雕的暗示我你知道吗他说他就看我留胡子的时候说哎呀他说这个哎呦我外公山东人他就说按照我们以前老山东的规矩这个没娶老婆之前不可以留胡子的哦我外公也是山东人也会这么说是吧一箭双雕啊是不是你想想 这是不是一箭双雕啊对吧又又又又又说哎你这个要成家立业有孩子然后再能留胡子他也不是你看他他听上去也不是不不许你留对吧他也觉得你留胡子挺man的所以所以很妙对吧所以所以我觉得说呃你该坚持你想坚持的你坚持这些东西其实也也无所谓对吧勇敢一点呃但是该柔软或者说可以有更好的沟通方式的时候要要学会创造一些机会去跟他们沟通 我觉得你妈可能就是很挺适合在交通工具上跟他沟通的你考虑一下呃是不是好了这次回答对你春节时候考虑一下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出去玩他开车或者你开车的时候你你跟他聊一聊啊对吧就是其实无非就是让他让他们放心嘛对吧我不结婚或者我选择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呃也没有你们觉得的那么不安全对吧现在的选择就是 这个社会一定会多元化的你就是一个异性恋你也可以不结婚啊我我现在这种这种丁克家庭多的是啊对吧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多的是啊那又怎么样吧对吧就是幸福的定义不是唯一的其实让他们让他们接受这一点其实就可以了嗯还是还是得找机会把话说明白的毕竟逃避跟回避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矛盾还在那边只不过是搁置了罢了对 所以所以所以我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总结就是说呃还是要多找机会沟通而且要耐心一点啊可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哈哈哈呃开始肯定八剧战这都可能是八年抗战对但是你点点滴滴给他们一些赢了多多少少他们也能接受的对吧他们也会接受这时候是轮到你来做父母啊在这个话题上在同性恋的人生呃或者生活方式这个话题上你是他们的 你看大父母啊你要教肯定的我们也要教肯定又要教肯定来做父母你要教育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先相信你啊让让让让让他们觉得你是对的他们可以放心放手对呃所以我说明天我们再见哈哈哈明年再见明天就是争取当争取当别人的爸爸吧好的这期我觉得呃播出的时候应该也是呃龙年新春啦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好龙年大吉 大吉大力 嗯好谢谢小棠 谢谢小棠 那这次就这样 拜拜 拜拜 by bwd6